嗨 大家好 我是MagChun 今天会跟你谈论三样东西 这是大家的那个纲要 第一样东西就是 怎样挑选那个平单 也就是说我现在得到的 其中一个就是那个 500多的DOTTER BEST OK 也看得到 基本上是超过500了 接下来应该是接近600%的 然后我会跟你讲解 怎样去挑选的 然后我之前有分析 那三个里面 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这就是其中一招 我只用这招 我就可以赚到这么多 然后当然 赚大钱的心态也是要透露一下 不然的话我跟你讲 怎样选 但是你没有那个 那个心态的话是 你很难赚到这么大的钱的 因为我也是见到蛮多一些人 他们很厉害 他们也很好的 有感到很良好的感觉 知道跟着我会赚大钱 但是他们那个 那个赚一点点钱的时候 就是他们就完全砍到完了 然后就错失赚大钱的机会 然后今天我会跟你讲解的 那些股 就基本上是这四个 OK DIB HIKON 就是我其中一个赚大钱的 然后POST 是有和他关联性的 我也有赚过他一点钱在这边 然后FGV 还有答案Core Core那边是很好笑的一下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不是 就是那个买卖的那种建议啊 这里只是分享我做功课的东西 会怎样挑选 OK 自己所给的全部已经是很高了 你进去的话 你肯定会亏钱 机会是很高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是 你不好把这些全部抄下来 会跟你声明先啊 这里的东西是 只是一个分享 OK 没有叫你买进的意思的 只是给你让你知道是 值不值得 或是怎样去衡量这些 是不是一个机会来的 OK 因为这已经是分变成一个过程 然后我当初也是 在收集是相关的那些资料来 写成我第三本书 这第三本书 花我很多时间一下 OK 因为很多图都是要现成的那边 放到很多图 有时也想要不要砍掉 因为蛮多页一下 OK 所以在这边会跟你讲 这就是这三样东西 好 只要选评单方面哦 OK 先来讲那个故事啊 这里就是我当初很直接的 你可以去看这 刚刚是post在五个小时之前的 现在的时间哦 我当然也是可以给你看这个时间 time now OK 现在是7点12分钟 也就是晚上7点12分钟 然后星期五 8月19号 所以你要看这个时间 我所说的时间 当你看的时间 大概是一两个小时 或者是更久 或者是明天后天 或是一个月两个月 和时间 OK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我跟你讲 为什么很确定哦 会有五百巴仙的话 基本上我从很久的时候啊 就是3月28号开始 已经开始全部用技术分析 看完整个大马的图 然后有分析到里面哦 你看这里看到这个哦 其中一个就是DIP Highcom 这边我就开始关注这里 全部股 OK 因为看到我所做的功课是不简单的 基本上是每个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的时候 我才去关注 这里的时候 我还没有完全关注 啊这个DIP Highcom 当 我在6月1号的时候是 我还发觉到 哦 原来有人有 也是有注意到的 这时该开始 留意他的股 也就是看6月1号的时候哦 OK 6月1号为了方便一点 我就放在这边了 OK 就是在这天的时候啊 我不懂为什么啊 就是看到有人 如果你看不清楚 放大一点 不用紧 OK 就是在这一天的时候很奇妙的哦 我就看得到哦 有就是这一天哦 这天是最最低的时候嘛 然后反弹反弹上去 哇 很好一下哦 阿斯的量是蛮大一下这边哦 这边的量就开始 一段时间就没有量 我就看到 不错嘛 是个机会 所以大概这边的时候 大概是这里 我是Contra的 大概是赚了整100%在这边了哦 OK 然后这边波段也是赚一点点 然后我就在这段时间开始 大概就是 啊 7月10多号哦 所以讲我赚了 那个500%是 大概是这里了啊 OK 是一个月多余 你可以看得到我是 啊 虽然睡蛮久了 啊 有留意了蛮久 但是我真正在那边赚 赚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是超过很多咯 7月12 好 就放在这边咯 在这两天的时候 你看一下这边咯 这一轮这样上升咯 就从 7毛9 这里是 啊 最低是775 上升到 到这一天咯 这点最高是 1.06啊 这里1.06的时候就是最高点啊 这边基本上是给赚到很高的钱一下了 OK 在这边咯 蛮多股市 那时候我就开始留意了C19 再去检讨一下 所以C19也是我啊 赚最多目前为止 事实上还有那个那个另外是C20也是 OK 在这边我就选了三个 就是19 20 21 这三个就编 我就要编 因为我资金够大 所以我才可以做这样做 OK 在这边开始的时候 我就啊 更更更新新新新新新州 看啊 indust事技術分析 后尾改变 时间会变 因为这里的确是技术分析反弹 就 corpora 就是有在db highcom那边你看下6月2号 然后我二十五也发现到6月15号我发现F3和db highcom哦 他们两个股都呈现同样性质 都是处于第一步反倒和政府关键公司 前者有三个认购病单只能就是那时 F3我已经开始也是买进的 ok 后面最多两个吃 然后现在变成三个了 ok 要进场吃 ok 需要做蛮多功课 难过就不需要看 毕竟吃两两只股的认购病单 没有这么简单让你赚大钱 因为他一直都会回本 你还是需要赚大钱 6月15号 那我们再跟踪一下 还没有回去那边那7月多 在众多情况下 选股还是三种情况最简单赚钱 因为我这里已经跟你讲了 怎样选平单哦 ok 当然我们也也是要知道这些东西 庄家累积票有一段时间而开始达生 ok 这是很容易赚钱的 然后确定底付反弹 这个也是 公里公司管理层呢 这个是写错了 是油坏变好啊 这里要改一下啊 ok 立刻改掉它先 因为这个是 因为它也是同样的音 因为我是用着拼音来 ok 放下去了 ok 油坏变好啊 或者是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那种啊 可能tmc live那些也是有讲的 或者是 油坏转盈 这个很重要的字眼的 ok 在6月20号的时候 ok 6月20号啊 这里 20号这里 ok 刚才是好为是要爆发 又等下会去KL上课 所以没有余意 厉害 所以先说出我 已经 暴落了它在底部 所以根据 种种现象来 上一次的爆发 基本上只是小事牛刀 观察到成交和公司的动机 大概直到持股会低高到 1块以上 你看6月20号的时候 我已经是预测了1块以上 这是因为这1块以上啊 持股所推出了Poton的优先股 才可以卖在好价 这种时候 当然要趁它 要推升前而进场吃些好料咯 ok 那时已经是开始 就要观察 那时虽然是下跌啦 你看下 因为20号的时候 这里下跌 下跌不多啦 因为已经底部确定反弹 反来 在这边又在跌 不用紧的 没有问题的 ok 所以到后来 你看下这里就赚大钱了 ok so 然后接下来 出了只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是过去了 ok 两个儿子 这个不关重要 这个也是不大重要 ok 更加没想到DW Highcoin 也开始拉伸了 在720号时候 720号是 这里 ok 这里 这里就是要开始 他们要开始 我讲开始 过不久就真的是拉伸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东西 有几次了 你可以忘掉 ok 那样拉伸真的蛮可耐性效 你看这边呢 DG正确来讲最后最重要的 还是DRP Highcoin ok 然后这些也是有跟你讲的 你会发生 共同点 就是底部反弹 是跟你讲过了 那三个东西 ok 等等你把又多几个开翻 蛮爽一下 这个是8月2号 就是那是开始 先要开始 先要 跟人家讲什么 然后持股满下来 好像走势哦 我跟他讲哦 ok 底部开始爆发 你可以看到主力重重啊 主力重重 这边也是放了很多 那些就是他的那些支撑 就是主力点啊 resistant ok 如果可以像今天十月 达到哇 ok 就是我开始预测 就是今天十月三十号钱啊 达到一块九啊 那就非常有意思了 不管想多好 这个也只是预测而已 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啊 优先股几时出合 这个那时我没有看清楚啊 的那个 的那个announcement ok 之后我看的是 all yen 还是直接是拿钱了 直接拿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可能卖出去更好 ok 然后在8月4号的时候 就是过两天了 ok 上看应该是很简单 看来装备一把优先股 定价带是个是错了 因为 他已经是设定为一块钱了 ok 然后在这边呢 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没有记错啊 有意收购post即价的公司 定价为3.33 这个就是啊 在他拿上那边讲的 所以那个post office 结果现在是超过3.33 ok 答案应该是在股市哦 所以炒上来又丢给人家了 ok 综合以上三点 我看到上次算是蛮高的 就在偷偷累积票 然后 我也有在这里 透露些中继 也顺便说一下 拿上次拼单 就是关注 ok 结果上次出现一百八十英语 让你们了解可惜 没有什么人 发问 所以我就不讲了 这个就是在我群里面了 ok 然后我也有叫很多人了 这个事实上是超过7个人了 只有32根治卖 虽然间中还感觉到他们 以为我在骗他们 好让我自己出货 目前应该是要挖他们 请我吃一餐 这个事实上变成很多了 ok 然后 昨天不知道这是818号的时候 看到哪个报道的时候 我要卖给 不然这个就是不简单 因为这里好像有去算的 ok 目前DRB 可以拥有1.933 billion的票 5亿就是 从这个升官会多出5亿的盈利 就是讲啊 那个Proton 就是他的亏损有整5亿这样多 ok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啊 把他只堆出去啊 会多了0.25 0.25 0.25才有说至少两块钱 如果Proton卖出去 给其他公司 会更加好的原因 就是这样 2.5 成匹一石来讲是2块半啊 所以那边我讲 2块是至少那时是这样啊 不后尾就没有了 这个是 不实际的消息 不过 空 越来风 就是无风不齐浪哦 这东西也是有可能的事会发生的 只是看还是看了 看后尾是怎样 如果他真的是卖出去 哇 那个股价直接是一直limit out 不会这样 不要讲这样多 一直limit up到2块了 没有机会给你买进去 这个就是原因了 ok 嗯 这里 很可惜啊 ok 然后我讲走势还是蛮健康的 你看 8月10号的时候 只要能占这个1块2 这个关键点 最后那时期有一段时间是下跌嘛 你看一下这里啊 是下跌 但是他还是占了1块2 没有错吗 是吧 ok 那么就会上开1块3 之后1块4 1块4还没有 这个不过今天 今天的确是达高1块4毛1 或许 也或许会直接达到快半 我不知道现在这些值预测已 ok 最好超波段超多的时候啊 尤其是C19 20 21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叫人家操作 已经赚进40% 那是就很厉害哦 而且还是一天赚两次 钱那种 这天才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东西啊 ok 如果你没有做功课来问我这个事后 是那些啊 一直杀杀来问我拿TipC的人 我就会直接试啦 尤其是学生会更加讲清楚啊 所以他们真的是亏到不能亏的时候 我才拿一把啊 然后当然也是需要他们做一些东西的 ok 然后这是昨天的Announcement ok 这边昨天Announcement 基本上哦 之前已经很久在他的记本那边讲是15亿 现在只是拿到那个啊 21 215000万而已 ok 在这里这个 这边已经讲清楚了 ok 在6月6号跟7月的时候是 他是发行他直接拿给这个公司 这个是一个车施展的那载务公司来的 ok 直接用那个啊你看啊 preference shares ok 在1块钱 但是我没有去好好读这个 现在只读这个就好了 ok 所以我不需要去到布萨尔老师们跟你找这些东西 最多会跟你讲的是要怎样找 ok 那时只是拿到一这里 十二啊 一亿两千五百万 ok 然后现在再拿到两亿五百万 再推出过 那这个也是当然 需要那个什么啊 这里这个刚好抵消掉政府的那个 十五亿 ok 十五亿的债权 就是那边就拿钱了十五亿了 ok 所以呢这些现在DRP 海矿那边有十五亿 十五亿 十五亿这笔钱真的是做到很多很多东西的 你看这十五亿啊 他突然间多出 所以这个这消息出来 所以今天的股价哦 不就变成这样哦 不过开始时候没有上升上升在这边 这后也是才一下子爆发的吗 对啊 ok 这里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了 这些消息是需要跟进的 当你了解这些股价是你是一直这样跟进 你才可以做得到 赚大钱 所以有怎样的心态哦 ok 讲到心态方面哦 这里我不会讲 这里就是这样多了 ok 在这边他还是要通过股东的那个批准啊 ok 不过多数都会批准的 那个傻的 ok 这边还有人讲吗 那些哇 这个EPF 卖掉票哦 卖掉票 喂 那个 EPF卖那 才那个几巴仙都不到 又不是一百巴仙丢到完 就你看现在 不是一直起咯 ok 这里就是 很简单 这个这个已经是 道路下来了 这个三月还没有最新的 最新的 看下现在出来没有 最新的应该还没有出应该是多一几个星期 ok 就是十八号就是今天是十九号来讲 这是昨天刚才我给你看那个文章 最简单就是你这样highlight 就是你然后就每个去跟进哦 ok 当然是从你那天开始一直要跟进跟进跟进 跟进到现在 ok 看到六月六号的时候 这里 但是我就啊 没有看仔细看清楚 所以有一点 不过现在看到更加清楚的时候 你看到这里啊 那好像股价啊 在六月六号的时候是 就是 这一天啊 这两天啊 爆发起来的时候啊 这两天啊 你看到这个大洋竹的时候是 爆发起来 对没错 已经拿到千了 不过还是人不知道 这些就是 人少咯 洗盘咯 就是这么简单咯 不过还是很多人不知道他的 后 后续 有 就是 后 有后续故事 所以跟人家讲一些事 还有故事可以做 那时候我在这里叫人卖进了 这段世界很多人卖杀咯 还有这边我布局的时候啊 很多人干扰一下 有些人不相信我那边就算了咯 就 错失很多 看母股啊 从这一段时间最低的最低点 ok 最低点算起了 ok 上到这边啊 都有80% ok 从这边算算起了 最简单的这边 ok 这边算起了 都有55% 在这样的赚负之下 哇你可以看到还是蛮好赚一下哦 张 那么我现在就 啊 删除掉这个 那么再给你看这个啊 你看在这里啊 刚好是遇到他的主力点 他就跌下来看到吗 这里主力点 看不到的话不用紧 我再放下去 1.4亿 这里是看得看得清楚了 等一下 我要改一下东西这个要拿掉哈 然后这个拿回去 看到1.4亿吗 这里 碰到这些这些就是主力点 你看到为什么我也是说 你看这里啊 插下去 然后 这里 碰到这边是 你看到碰到这些呢 这个这个要点啊 跌下去 然后再上 这里有get up 上上下 上不完还是跌 然后再上 所以这里就变成了 形成了一个主力点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哦 所以今天回调是很正常的 1.4亿之后哦 现在是占稳1.4亿 所以不就一块半哦 那时候是跟你讲 跟你讲 跟你讲过了吗 快三快四吗 这里就是我怎样看 很简单 对吗 技术分析是非常简单的 很多人看得很复杂 用学那些波浪理论啊 什么什么东西啊 看到我转来转去啊 什么A点 B点 C点 12345 第五波什么啊 浪费时间 你最多还是学到 有没有C 看到那个 就是两个都学了的话 你就看到比较完整哦 这个股 基本面来讲的话 为什么还跌呢 OK 等下我们来看他的 那个基本分析 会跟你讲解 不用紧 我只是看一个季度 记报也没有看完全 大概知道 因为我配了图来讲解嘛 如果是要 要跟着他基本分析来讲 很多人不会买 因为基本分析的人 看到这种公司死到飘飘了 所以更加不会买了 OK 所以基本分析的人 基本上我不好意思讲他 要学 要学的就是学观察哦 在基本分析那边 我们是看的是后续故事 像这些股价这边 为什么这样起的话 我们配合那后续故事 我们才知道 哦 原来可以上升到这么多的 OK 然后这边我就讲解了 OK 这个也讲解了 然后在这边我也讲了 OK 然后在这边没有什么了 这个我就关掉哈 这就是上面我学生那边 就有额外的东西 就是 类屏幕消息咯 这个类屏幕就是我那边分析 是第一手消息 OK 所以外面有人说 哇 你怎么好像装这样的 不是啊 我是跟着这些 很基本的就是support 就是支撑 支撑点 support就是支撑点 和主力点 就是 那个 resistant support and resistance的那些 approach 就是支撑以主力点的那些理论 很简单的东西 因为我只是基本上啊 我只是可以看蜡烛跟成交量 就知道了 只要照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你每天要看图 不花费不少时间 要给点心意去学习啊 学到这样的功力才算及格 他们画来画到很多线啊 这样复杂做什么 你看一下我画很多线呢 很简单吗 只是这样哦 刚刚这样 然后看得到这种 他这种啊 你看到这种量啊 这种量很高的是 看到这种量是高过这个股价的 如果拿上去的话 你就看到这样了 OK 然后一下正常来讲 就这样了 这种是碰到这些羊主 这拉筑的质量哦 我们趁为是爆量了 OK 然后要只要爆量 你就看这种 这个平均移动线啊 这个啊 那个交易成交量的 OK 高过他很多的话 基本上就是了 然后这些我们可以讲是地基 你是打桩哦 建筑那边啊 建筑的时候啊 他们需要打桩啊 OK 所以打桩啊 就是 用华语 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字 打桩 OK 打桩啊 这个啊 最简单的 看到这种啊 这种啊 这个啊 这个图啊 那这些就打桩了呢 这些 一直一直一直啊 这些就更基了 OK 然后他的打桩机就是 啊 这些咯 很多种了 现在已经发展到啊 没有声音了 直接这样按 按下去了 这种这很够力咯 这种 这些 这些就是我们说的更加 看打桩机啊 看到OK 看到很清楚哦 他们明白你去谷歌 就打这个字 打桩了 OK 所以我就很好的意思跟你讲 顺便跟你讲 买这些技术东西 看到这种啊 后来我才 深切的领悟到这个道理 不过也不是每个人可以了解到的了 这种呢 就是打到它稳固 然后可以非常得很高 如果还有这样多的量是 和IH一模一样的 和IH一模一样的 你看一下 AH一模一样的 你看一下AH啊 AH之前 看到吗 这里就是打桩哦 所以这里 关机稳固 所以才上到这种高 不过那时候我是一算到快8亿的 没有看到它飞到快8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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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现在量还是少 不过它已经是 啊 不算这个 到头来已经 不算是那个 加量倍率啊 所以还 后续会升到多少 不知道 所以人潮这样大的 资金是不少一下咯 OK 那么我就 接下来 我会跟你讲的就是 他的 看他的 这个是他的那个 什么东西 最简单的就是他那 啊 季报啊 季报就是 啊 啊 quartery financial result OK 在那边还有跟你讲是什么 啊 东西 so 他有讲很多东西的 OK business to new contract signed for ascended 这也是有讲的哦 这些人也是没有去注意的哦 很好笑的哦 所以看呢 announced revenue OK revenue啊 12亿啊 不是啊 这是 120亿啊 1 billion 是10亿啊 120亿啊 OK result has been commendable 就是excluiting这个 problem 真的是可以啊 带回很大亏损 其实一本上还是赚很大钱一下 你看inter country 这些啊怎么啊 we didn't spend five years啊 就是 嗯 嗯 有处理那些什么 什么非非 那些 啊 处理那些山后那些大便之类的 因爲 Alan for us 就是这些东西 OK OK another a part of this subsidiaries啊 Composite Technology Resources Malaysia CTI Import for Arm Is Overall business with $12 billion to its net Order book New contract signed for or extended during the financial break Includes with Empty helicopter U.S. Spirit Aerosystem Incorporations And U.T.C. Aerospace System OK 所以这里也要跟你讲哦 实际上是 还是赚钱的 最大严命就是 Proton的问题啦 OK 感到亏损的很够力啊 所以那边已经给你讲的 这个最简单哦 然后他又讲了 那个东西啊 Wow the group Expect the outlook to remain challenging Given the tough operation environment It remains confident in a turn around of Proton The group had comments on a strategy turn around plan for Proton Working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In Green Ministry of Finance Achromic这个和那个财政 政府的财政部门合作 Achromic planning unit and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dustry OK The turn around plan Inmove a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1.5 billion 真理啊 OK Softland from the government which is geared towards helping Proton In Eastern Europe Effert As well as to expand Proton International market 这里又跟你讲的很清楚啦 很可惜 没有人去理解这东西 So这里还有讲 他有什么啊 Escheduled to roll out 7 new models in the coming months Increding the new Proton Persona And popular saga It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a new model in collaboration with Suzuki by end of this year 看下先啦 OK So这里也跟你讲 很多东西 很多人不知道 真的可惜 OK So 基本上是没有了 然后我们再看他的那个 啊 这个他的财报那边 财报方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资产的那边是跌 OK 这个是保持 然后这个 other income那边 跌一半 Loss form 这个operation呢 这里才是 嗯 Ownet 起来的就是这里 这里全部加加价 就是亏损这样多 所以到头来 你看到很多是 Finance cost啊 OK 现在什么什么什么到后雷哦 之后哦 你看下这个是 Income statement来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那个所谓的片 以前是片 所以到后雷的时候 不要看这样多了 直接看这个就好了 哈哈哈 事实 你只要很大 很多类似啊 10 10倍哦 但是是复苏 所以看到第一阶 他这个 已经提前反应了 在这里 到财报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是最低点 他突然就是不知道这点了 OK 所以才一看他的那个 啊 我们的所谓的那个 资产负债牌 balance sheet OK 这里看到这个东西啊 看到asset啊 这些就是资产负债牌哦 也是增加 基本上是很好了 join venture也是增加 associate companies也是增加 intangible asset 这里也是当然增加 OK 除了这个default tax tax asset 这个没有问题了 OK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基本上很多东西增加 所以很多人不会读 这些东西 看到什么 哇 他一直否定他是死定了的 因为 investment security 和 the maturity banking那边都有 啊还好啊 OK 其他事不 他最重要的 这里是增加的 OK Current asset那边 inventory是减少 就是存抹少了一点 也是好事来的 Train other receivable 这个你就要小心 因为这个 这个不用讲 这里是减少的 不会很多 banking那边减少 OK 这里就减少一点点了 会很多啦 到头来还是减少一点点 因为他的Current asset 大致上是减少了蛮多一下 这里还有三个零哦 三个零的话 换出来就是 这是 这是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一亿十亿百亿 整百亿的资产哦 哈哈哈 OK 所以 四百二十亿那边 是很大 AV钱那里咯 所以后续是有 很多东西 所以很多呢 不知道他东西 最重要还是看回那个 net asset per share 就是 NTA 他们讲所谓的NTA OK 这个哦 是IM 3块3毛8 再看回这里 7毛多钱 是 是 低到很不合理 是吗 你想象一下 7毛多的价钱哦 买进3块多的资产 这是很不合理的事啊 这个就是股市哦 很多人不知道这东西 OK 不要看我这样哦 我基本分析 基本分析 我大概也是会一点点哦 实际上不是会啊 只是知道他敲门 然后要读什么东西 这个啊 先放过去那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这个就是cashflow 啊 另外一个 一个 那个 那个表啊 那个 statement 我会看的 但是你那一看呢 哇 推到很够力哦 不要看了 只看operating啊 然后tend the net啊 changer 到后来讲啊 net asset 到后来 net cashflow啊 inflow outflow啊 就是亏损了 也是很大是吗 就是啊 一直出钱了 出钱到最够力的 来来去去都是 最主要是开始的时候 这里就亏钱了啦 ok 所以到后来还是亏的 倒亏啊 变成这里啊 就是这里加起来就 九 九百多千啊 事实上不是九百多千啊 上面还有三个零啊 所以是很酷 很大笔钱一下啊 倒亏到 这些东西 这个又是政府关联的公司 资本上很难倒啊 ok很大一下的 hontan那些钱 也是under他的 就是hontan的那个 代理权是 拥有到完100% ok cashflow for investment investing activity 就是投资的那边 你看下这边 哇也是买买 蛮多物资一下哦 然后 这里就是有有丢掉啊 所以有赚一点钱进来啊 所以有赚到后来 还是一样的 这里是减少很多的 看到吗 所以这边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他 那个投资那边 他是有赚钱的 他是减少很多 你看他这里是五百多千 这里是一百多千 ok net proceed formation 不是什么 school之类的 ok也是减少 ok financing activities 到后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还是有这么多钱的 所以那些人都不总怕什么 三个零哦 这里是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ok 1 10亿 19亿 19亿 在身上哦 现在又多15亿哦 是不是有30多亿哦 哈 ok 然后这里讲一大堆废话了 所以那边我看 看最快就是这个咯 讲完咯 故事那边 通常要看到这边咯 如果还没有给那个东西啊 这些这些啊 所谓的 pr year end result啊 讲什么东西啊 就是讲一大堆废话 不然的话不好交代啊 股东全部是到很够利的 这个蛮大一下 你看到吗 这边ok 就是用什么废话那些 ok so讲一大堆东西 这些当然也是要看啊 但是我不看这些 我最主要的看的是 reward performance 就是这里 开始看 这里又可以翻 他会翻三个 你看看啊 从这里 这个traumat i ended 3month ended 我们看这个就好了 这个就是当1月3月 1月1号到3月30月 1号 然后这个就是2016年 这是2015年 1月1号 2015年到3月31号 2015年的ok 不要看这个 这个这个有一点啊 困扰一下 ok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你看一下哦 automative那边是亏损 ok 亏损 这样多了 ok services那边是有赚钱的 这个也还是有赚钱 这两个是赚钱的 可以看到哦 只是最大的就是这里 而导致全部亏损 ok 所以这里已经是跟你讲 break down 他讲是吗 due to lower sales of motor vehicles by automotive companies 这个就是proton哦 那你付上币 然后我之前在6月多的时候 我也有制作一个video了 你会去去找的话 因为现在是8月份 应该还有在吧 慢慢去找 满堆一下 ok 所以下车是弁 OK 亭区的 大得飞化 不大重要的 a business especially product which incur a major loss ok this is what due to lower sales of motor vehicles and means stiff competition 这个当然哦现在更加够力了 还讲来买的 foreign exchange 不怕的确是有出口啊 ok在这边的情况下我们就看得到 啊这个我就可以关到了 ok这样的情况之下 然后再配合图来一下 我们大概知道我后续是很多故事了 所以就可以跟进 然后你看到我为什么这个就是怎样选哦 然后我也是跟你讲讨论 DRB Highcom了咯 Post Office那边也是间接讲解的 FGP也是间接讲解的 只是这个答案还没讲解 ok 我们来看下赚大钱的心态 赚大钱的心态 很好期待越大 失望越大 ok 这个我是从网上那边倒下来 我还没有 我原本想要写这个文章 不由于时间的问题 要写很多 写了很多这个是困商 拿到银牌也是值得恭喜的东西 历史第一赢 没有了 他们真的是 他们的表现也是蛮不错的 只是后远的时候有一点 不习惯大场面 因为还是第1次进嘛 人也是微远是这样的 像我 第1次 拆拳台以前 进 总决赛的时候也是 太过兴奋了 结果 只是拿赢也没有拿进 拆点就拿进了 ok 然后没有想法 没有期待 就是要形态 心态摆正把决赛做成做好 就是在这边换去股票 把 应该做的东西 就是股票功课之类的做好 不需好 计划好 策略那些全部做好了 最坏打算也做好了 是对峙最好的交代 ok 就这样简单的 所有是你放了一个 都放一个东西 表题是 期待越大 失望越大 就当你 期望哦 可以赚大钱的时候是 你就肯定赚不到 而你的心那边就期待心很大 在这边呢 会跟你讲 要赚大钱的时候是 期待心 不期待心 这是第1个条件 ok 这是很正常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有这种心想法 ok 达 达 到达 不了 我要的那个 赚大钱的那个目标 不要紧 ok 可以 达到 会 更 好 有这种心态 这个就是两个最关键的心态 ok 这里就是 就讲 可有可无 没有问题了 就是上也不会跌 下也不会跌 就是 上不会 那种心情不会影响 下跌不会影响实行情 不要拿来烦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已经确定 这样的东西 你看一下 我所做的功课 刚才只跟你讲 很 简单了 可以放到很简单 如果我不明白 你的 基本需要 稳固好了 这些东西 我有写我的书 不过我的书会在2018出实体的 要买电子书也是可以 实体书肯定会改过一篇的 那些东西 蛮多东西 也是 也是过期的 不排除会拥回啊 不过一些东西要加进去啊 ok 然后 那边 大概出大概是很多本一下 大概应该是有六八本 八到六 六到八本之类 华语和英文的问题啊 ok 这边你看一下 现在 哇蛮爽哦 你看到这个量 我看到这个量 我就很高兴了 因为 下个星期 很大可能性 听起来很大可能性 还要上升 这个就是 可有可无 上升不就上升 下跌不就下跌 对我来讲是没问题的 你看这里啊 这下跌的时候不是 下跌的时候我会跟人讲 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跌到快一 快一大概是这里啊 刚好是看着这边主力看到吗 ok 范围快一 最简单的 很准哦 快一哦 这边看到吗 一跌破这个快一 基本上是完蛋了啦 你看一跌破快一哦 这个20天平均移动线哦 就跟你讲 拜拜 game over了 不过这个可能性是 很小 很微 不过 不是 不会发生 是会发生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我拿到一个例子给你看 这个例子就够离了 你看这边 这个例子就够离了 哎哟 当初我以为他没有可能会下跌到这样结果下跌这里很白 在这段时间有很多人跟我争论 我可以进这个因为我可以 攻也可以守 我会攻会守 下跌的时候我卖掉 然后再低促我再卖进去 全数是母股了 等 等股息收股息 拿到那些钱哦 看到差不多上升的时候 我就在 丢进 那个平单那边 所以那股息的钱就在翻步多少遍 我也不知道不到会算了 OK 所以在这边基本上是年本代曆 之前好像亏损 事实上是没有亏损了 都赚到不要赚了 很多人不知道 我平均 卖进价 这里就是我和100%不同的优势 我有我的优势 你没有这个优势 盲目的跟进 就死的不明不白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边很多我就很厌倦了 第一不是我学生 干什么要回答我们 第二 他们又不是 又没有给钱我 我又干什么回答 这不是我的义务来的 要清楚知道 投资 买卖 自付 OK 买卖自付 我不知道啊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心态啊 OK 你要换句华语 买卖啊 自付 这四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的论门课 或者是整套课程 我还是会 不同的重复这个 因为这个买卖的决定 到后来是你 自己就做决定 不是他的 人家讲哦 你没有分析 没有脑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不会的 就这么简单 很多人不知道 OK 这边 这三个我会拿掉 然后为什么会方便 OK 接下来会跟你讲 答案 然后接下来还没有讲完那个平单方面 平单方面当然 我有制作的这个工具 这工具当初很多人跟我讲 不值钱的呢 浪费钱呢 怎么 完美放这价钱的 我都不知道怎样放钱 你看啊 这里 有一个平单哦 OK 这个 我还没有更喜欢快三哦 你看下哦 我只要按refresh 哦 他自动会更新了 我还没有做一个button 按进去 不要按到这边 按下去 节目refresh 就是这么简单 他有一些问题 嗯 no data 是哦 这个website还有问题哦 这个刚好是有问题 他的website应该是 到了吧 server到有 遇到这个问题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的东西 很可惜的就是 不能给你看到啊 这个是他的那个什么东西啊 没有办法再看一下先啊 很可惜 不能做什么 OK 这个平常事件是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的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website那边啊 要去检查他website是 熟的到 如果是熟的到他就更不能更新 OK 这边还会更新变成 这个 啊 换回去这个啊 就是 137 由于不能更新的东西 我也没有办法 OK这些全部是automate了 137的时候这边会不会看到 不过我这里放是两块钱的时候 我看到 OK 这里也是更新 这个平淡的教育那边 然后我就设一个目标价 回来明镜看 看到这个 expective expective potential gain or loss %那边看到很高 不能要小心 不要看以为这个是tipsy啊 这个8月30号啊 很快过期啊 还剩下11天而已啊 11天你就完蛋了啊 很多人会买不会卖 没有去跟进 去买这个 死的快了结果 傻傻去买进哦 死的很够力哦 然后 还有其他就是这些情报 很重要的 这个之前我应该是在under 普国人的 那个video 去去去寻找一下 OK那边也是有 叫买 你们怎样放automate的 就是 refresh这个 就是 全部东西啊 奇怪这么不无人的 这个看一下看一下 下钱 不用紧啊 等下我再去检查 很可惜这个是出状况啊 再去检查的那个 data link那边要去看也是可以的 data link那边哦 增加一次 POPPERTY DEFINATION ADD CURY i3investor那边咯 去看一下啊 copy不到的东西的 没有可能啊 这个不用紧 最怕好 需要更新那个连接啊 没问题啊 可能需要 需要更改一些东西哦 这个不用下去 因为已经是有答案了的 myg 再试下看啊 再看下先啊 no data to change create around the name ok 等下去去检讨一下 这个东西会出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不过不用紧 不是很大问题 就能拿来 质不得啊 这箭头不见掉了 试 你но 他箭头一点走掉 这些完全拿不到了 他应该是block掉要去找另外一个了 看 他已经不像以前这样哦 他一个东西一按的时候 他就拿完全部 现在已经不见掉那个东西了 我改了很够力怪不得不能看到他这个东西啊或许有需要改改一下去再寻找一些相关的东西 不用紧这些东西是automate那边一些痕迹啊 不会很难东西来的 但是你看这个就是没有这个箭头了 这个你看 这个有屁用哎这里还都不给我们 我要的是那个箭头是指这边然后给我们拿完了 他都不给了那边 昨天还好好的不过我们看一下他是不用什么东西的这个 OK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我这个暂时是不能用不过也不用紧 不是很大的问题来的 可以改善的 OK 基于这个原因 这里就不能跟你讲解太多 不过也是大概给你看下在这边 DIB HIKO那边哦OK 这边我就是看得到 这%那边啊 然后 过期乐那边 所以我说想是11月30号到1块9吗 我都论了你看回之前我所讲的东西啊 想过期乐这两个 OK 现在做更久哦 明年2月28号 不还是快三 反正22还好 22还是1块钱哦 1.5 OK 蛮不错一样的 所以那边我看哦 4个是蛮不错一下的 然后第4个这边他的那个量比较多 我们也先看一下他因为那个不能申请他的 他的数据所以我未有来这边来看 现在是285 OK你看看在这边 这边是 在这个价位哦 0.8 205 200多巴仙而已啦 OK 不会很多 毕竟他的 1块钱 实际上这个应该是要比较贵 如果是 讨论套进时间价值为什么 2月 2月17号吗 明年吗 他是肯拿个的 比较低一点啊 麦克里的会比较高啊 不过麦克里现在也是玩也很多 所以这个 价格价钱的问题是 你他边 变到比较 然后 比较低很多 Premium很低 OK 然后 再看回答案了 刚才讲了 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不能 不能起哦 你看下这个exercise price 跟着conversion ratio 还这个unit是多少 才4000万的 4000万 减掉两个零哦 也就是哦 4000万哦 是 123 4000万来讲的话 45 才400 千log就是 40万log 不是很多 很少 这是第1点 然后第2点哦你看下哦 但是 离他的那个 母股哦 所以我就是不会进这个嘛 除非他上到 4块半 4块半啊 然后他的 势力还是很强劲的话 我就会考虑他儿子 不过现在是不会考虑他儿子 也不鼓励买进 买进的话不等到几时 比起这个drb你看下 这个已经是在 加烈 in the money 这些term 你要知道是什么 加烈 加烈 out 的 money 这次 啊 王平 当里面要清楚 知道 他越接近哦 加烈哦 就是这个 exprice price 加烈还没有算这个呢 就讲你现在买这个母股 这不 这平单比如说三毛三买进的话是他的啊 生死价位哦 在接 OK 对对对 Expected underlying 他应该是一块三毛三 OK 这个 不就是讲了你用三毛三来买买这个他母股要到一块三毛三不现在是过了啦 OK 因为这是一对一嘛一块钱嘛所以母股每上升一币还上升两币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上升两币 这个一这个是少一块钱 所以他的一币啊一个价位是 半分就是零点零零零五 OK 反正这个这个是买买一块哦他是一分 最后面讲 很好 所以那边选 19 所以19就超级了 500%的成绩 OK 所以这边现在我都跟你讲完了全部东西 大致上是考虑完了 Box Office那边那个那个那个要去找回BRB HIGHTON那边他有讲的 OK 然后HELFG方面我们就要比较一下那个股 之前我也有讲过 不过没想到他也是肥到很狂 但是还是不够 那个BRB HIGHTON高 因为BRB HIGHTON他的股价比较低 上升波幅 几毛钱来讲是很高一下 OK 比起这个 这个上升7分 3% 这个上升 才12分 你看9% 看到这个分别 这里就是 还有比较这些 我们才知道 哇 有没有好看头吗 所以这边我会看到 基本上我是好像是在这边我就出完两个转 全数转完 那个BRB HIGHTON 所以赚到更多 实际上是不止这么少 一句话讲完 OK 然后 这边就是 啊 我就是讲到这样多 然后 然后很 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这样的分析 当然最简单的东西 还是去回 YouTube subscribe我的 YouTube那些channel那边 我会upgrade update那些东西的 OK 你看到这 这边一样的 和我的facebook名字 一模一样的 没问题的 OK subscribe 那边我看一下subscriber 有多少个啊 看dashboard 有144个 算很好了 OK 已经有增长 不是增长很多 不过也不用急 如果人到1000个会更好 更加以上会更加好 OK 然后这里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我还会透露一些秘诀啊 我也是很感谢一些人的信任 尤其是 特别感谢这个脑的奥秘这个课程啊 然后他的讲师就是谢家明博士 是蛮感恩他 他蛮 对我 信任有加 然后 给了很 大的 支持 就是那个心态那边就支持 相信我是可以达到这种成绩的人 OK 其他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啊 然后他是 蛮不错的 这个课程也是蛮值得去上的 这个就是脑的奥秘 OK 所以脑的奥秘方面我也是有融络 就是还会上他的课程的时候是有才发觉到 原来我的课程是已经包含了他里面 的课程所以 Mbx上的时候我很多东西领悟了 所以我原来还可以这样呢 用在另外一方面 我已经用的不只在马来苏那边 他很多东西啊 还有我豪选的人不知道啊 我因为 会做太多功课的关系是 呃 而导致我不能完成我马来苏 我马来苏 马来苏那边是 完成27公里 还有15 15公里 不能完成真是 心脏复合不了 那个练习又发烧 然后就是 多数的时间用在研究这些东西 不要以为那个全季 投资是很好 是 需要很多时间 所以还是一面打工一面 简单的 赚钱会比较简单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 咱俩咱俩 咱俩